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年的小滿是5月21日 現時介紹這個湯水 就是專為這個時節飲用的 就是養心安神 補氣血的桂圓豬心湯 材料要豬心一個 檔心20克 龍眼肉15克 紅棗5粒 薑3片 水6碗 做法豬心 我們回來洗乾淨 把旁邊的肥油 剪掉肥油 然後破開它 裡面可能有些乳血 清洗乾淨不需要出水 就可以了 原肉我們就洗乾淨 略為浸一浸 而檔心比較硬 洗乾淨浸久一點 直至軟身 切薄一點 或者它是幼身就不要緊 如果是比較粗的 就把它切薄片 這樣容易出味 紅棗也是要洗乾淨去核 所有材料準備好 連浸藥材的水 總共是六碗 首先煮滾之後 加入所有材料之後 再煮 轉小火 煮兩個小時 直至檔心軟 出味 這樣就可以食用了 這個湯功效很好 可以養心安神 保抑氣血 特別是氣血量虛的各種症狀 都是可以用這個湯水 作為食療之用 特別是中老年人 作為本身的調養 都是一個夏季好好的 養心的傳統湯水 這裡只是兩個人份量 現在原肉 很多時候朋友說 我叫它做龍眼肝 其實有幾個名字 原肉即是龍眼肉的肝品 中藥來說 叫它做桂圓 有時候也叫做桂圓肉 也是那樣的食材 這個桂圓就是聖平美甘 入心脾經的 功能是保抑氣血 不知不利 是一個滋補食和藥的 相用的食材 至於檔心就是聖平美甘 入脾肺經 功能就是保中益肺 多數用在皮肺虛弱 氣短心肺 食小便糖 虛痠咳嗽 和內月消喝方面 諸心就是聖平美甘咸肺 歸心經 中醫認為以形補形 所以諸心能夠養心補血 安神定經 更可以補虛 多數用在心虛多汗 失眠多夢 又經歸又精神彷彿方面 紅棗 微甘性溫 歸肥為經 有補中益肺 養血安神的作用 尤其適合血虛人士 每次看見面青口唇白 又容易頭暈眼花 容易累 有時手腳冰凍 女性特別是月經期間不穩定 或者月經量少 都用紅棗作為食療 特別是因為血虛而引致失眠的人士 也很適用 所以這個湯水很多人都合用 有需要的朋友 不妨煲多點這個湯喝一下 多謝您收聽